等一下给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未来20年养老保险的巨大机遇 那他呢曾在香港的某大型的保险公司就职 那对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保险和市场产品啊有很大的研究 那本人呢也利用了业余的时间创立了精算视觉的科普公众号 相信大家都有关注过 那让我们把我们的麦克风交回给我们的Alex 掌声欢迎他 好谢谢大家真的是很荣幸 我刚刚这个来到会场呢也收到大家热情这个欢迎和招待 我自己是倍感荣幸 其实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呢就是来到就是香港 无论是友邦还是其他保险公司的这个团队里面 然后其实我们应该都不算一个团队了 我们叫一个集团了对吧 来到这边来给大家做分享 那当时定的一个题目呢可能是想要给大家鼓把劲 因为有这个朋友是可能是刚刚加入这个行业 有朋友可能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那对于这个行业的未来呢可能充满了一些疑惑 就是不知道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机遇在哪里 未来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增长空间 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主题分享 叫做未来20年养老保险的一个巨大机遇 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内地保险市场的发展 其实是刚刚起步的 那如果从这个保险渗透率来看呢 其实只有3%左右 那和这个一些成熟的这个欧美国家 甚至是我们这个香港地区呢 相比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那有些朋友就可能就说因为这个渗透率的差别呢 可能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保险行业未来一定会发展的很好 但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这个给人一个感官上的感受 就是我们和发达这个保险市场呢有差距 所以未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但是呢今天想用一些这个比较有量化分析的一些点呢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为什么我们认为就是中国未来的这个养老保险市场 就是大家以养老储蓄作为主要目的 而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 在未来20年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长 那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个我自己我就不多介绍了 这个大家可能都认识我了 2018年8月的时候呢 富达国际和蚂蚁财富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 叫做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 实际上他们是从互联网上呢 调查了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对于未来养老储蓄的一个态度和认知 以及了解了一下他们呢 现在的一个养老储蓄现状 那当时这个调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呢 其实这个结果是非常的让人吃惊的 因为这个报告里面调查的显示呢 中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呢 对于未来的养老储备呢 是抱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他们其中呢 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在57岁啊 就已经可以退休了 而且他们大部分认为 自己的大部分人认为啊 自己有一份163.4万元人民币的养老储备 就已经可以度过一个比较舒适的老年生活了 那其实他们还有将近一半的人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自己进行任何的养老储备 那其实这个现状呢 是令我们这些在保险行业里 从业的人们感觉比较吃惊的 那当时这份报告呢 给了这个结果这样一个评价 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 那这是第一份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呢 是调查了这个一些年轻人 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比较活跃的 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养老这个认知和态度 那后面还有一个调查报告呢 是中国养老金融股市人论坛 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 叫做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17 它这个报告呢 样本可能就更加广泛一些 因为它不仅仅是从这个互联网上面的 这个做这个调研 它其实还包括了有这个中国40%的农村人口 那大家就是说 如果看这个报告呢 大家就感觉这个中国的这个居民呢 对于这个养老现状的一个认知 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空缺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研结果呢 大家认为自己在退休之前 需要储备500万以上的人 其实就只占到了这个总人口的4.1% 那有71.2%的这个居民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一部分加这一部分加这一部分 这三部分呢 加起来是有71.2% 这些人认为自己只要有不到100万人民币 就已经可以安然了 度过一个这个老年生活了 那其中呢 还有将近一半 就是这个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近50%的人认为啊 自己的养老储蓄只要不超过50万 其实我养老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其实就发现了 其实大部分的中国居民 其实对于自己未来 究竟需要多少钱来进行自己一个比较舒适的养老生活 其实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那其实我想问在座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认为就是说我们在退休之前 究竟要存多少钱才能够勉强的达成这个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啊 养老生活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500万1000万其实都不算多了 因为我们今天介绍完这个主题的各项这个因素之后呢 其实我是做过一个分析的 用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情形假设啊 就是假设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想的去发展 而且就是说没有一个大的偏差 那起码我觉得也要500万 那正常来说呢 如果大家的收入再稍微高一点 我觉得1000万到2000万都不是一个特别充足的数 那可想而知就是说 我们这个现在中国居民究竟有多少人 是为了一个1000万甚至2000万的一个主项目标在这个努力呢 我觉得应该这个非常少 好吧 那我们来进入我们这个今天主题的这个干货环节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养老金体系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呢 主要分为三个支柱 其实是和国际上这个比较主流的养老体系是一样的 那第一个支柱呢 叫做公共养老金 也就是由这个政府主导的 比如说我们在内地工作的这个员工 要这个交五险一金 其实这个五险一金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公共养老金的一个缴纳 那我们呢 每个人是从自己的工资里面交出8% 那这个公司给交20% 这个放入我们的这个养老这个基金 公共基金里面 那进行一定的储蓄 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按照一定的规则呢 把这个钱拿出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 那第二个部分呢 叫第二个支柱叫做职业养老金 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企业年金 也就是这个公司呢 为了留住我们公司的人才 然后主动的 自愿的给这个员工上一个企业的年金 这样来保证就是说这个员工可以长久的在这个企业工作下去 那他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工作的年限越长 他后来可以领到的这个企业年纪就越多 那这个呢 是在美国那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养老储蓄形式 也是各家公司呢就是为了留住人才而推出的一些政策 但是这个呢在中国发展才刚刚起步 我们后面也会详细介绍一下 职业年金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内地的这个常说的公务员系统呀 或者一些企事业单位给员工 这个提供了一个职业年金 大家都会知道 为什么说这个公务员啊是金饭碗 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个在退休之前的这个工资收入 其实也未必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但是他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在退休之后 他们的职业年金可以给他们发挥巨大的作用 那大家都说这个公务员退休了以后 一般就是吃喝不愁了 国家一般会给他一个很丰厚的一个 这个养老金系统去供养和他们 那第三个支柱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养老金呢 就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去买的这个养老金 那常见的呢 这个国际上都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就是有这个税务优惠型的 或者是税务递严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 那我们这个4月1日呢 香港政府其实对我们这个 在香港工作和居住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提供了一个这个税务抵扣的一个养老金计划 那叫我忘记叫什么 叫低延年金或者是强基金资源供款计划 就是大家如果投保这两种产品 那每人每年呢 是有这个6万港币的一个抵税额 那如果按15%的税率来算呢 每人每年可以这个抵扣9000块的这个个人所得税 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这个个税低延型的一个养老保险 那除了这个个税低延型的养老保险呢 还有这种非税汇型的这个养老金 那非税汇型的养老金 其实就我们说的 如果我们买一些这个自己 在内地买的这种开门红的一些产品啊 或者是冲于未来这种产品啊 其实都可以算作是 这个第三支柱的非税汇型养老金 但通常呢 国际上在统计的时候 因为这些开门红啊 或者是冲于未来这种产品 保费统计进来以后 通常不知道这个人 是不是一定会拿着这笔钱来养老 因为大家都会把这个东西作为 比这个单纯的储蓄或者投资 所以呢 在第三支柱的这部分里面呢 那个国际上的统计数据 一般明明确确作为 养老为目的的这种储蓄保险 算作这个保费统计的 好吧 介绍完三支柱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养老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这个替代率 英文叫这个replacement ratio replacement rate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一个人工作期间 要到退休的这一个时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退休之后能拿到的 这个退休的养老金 和我们退休前一刻 所能获得的这个工资薪酬的一个比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假如说我们在退休之前的那一刻 我们的这个月收入是十万元 然后我们退休之后 我们能获得的这个养老金收入是八万元 那么其实这个替代率 就是一个百分之八十的概念 相当于我们在退休之后 我们的这个还是能维持到 我们退休之前百分之八十 这个左右的一个被动的 一个养老金收入 那这个国际上公认的 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养老金替代率呢 实际上是在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的水平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也找到了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也是一个官方机构给这个市场上公布的一个数据 就是市场上公认的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的一个替代率 才是比较适合于人们进入养老退休生活的一个替代率 这个替代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这个替代率呢考虑了两部分 首先我们退休之后呢 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支出是减少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退休了我们不需要再缴税了 所以在缴税啊 社保还有商业保险 养老储蓄方面呢 都有一个支出的减少 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些这个保险 为什么都要这个在这个退休之前停止公款 那就是主要是为了减少我们这个退休之后 给我们的这个生活造成了压力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退休了 可能会有额外的一些生活支出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娱乐活动啊 外出旅游啊医疗保健还有一些长期护理方面 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支出增加 所以呢结合了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支出减少 还有一个支出增加 所以这个一些国际的权威部门呢 就认为其实我们人一般要达到一个 70%到85%的一个替代率 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养老退休的一个水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养老金体系里面 这个三大支出分别大概都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多少的一个覆盖率 那从第一个支出里面来看呢 这个第一个支出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基层的一个养老保险 所以它在这个社会上提供的一个主要作用呢 主要是维持社会稳定 所以呢它的一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是广覆盖 它覆盖了呢中国65%的人口 就是中国内地呢有65%的人口 是有这个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覆盖的 同时呢它的那个替代率也是维持在一个基础的水平 现在呢是大概呢达到一个40%左右的水平 那除了第一支出呢 中国剩下的第二支出和第三支出 其实能给我们社会提供的一个覆盖率 就是说能涉及到这个社会上的多少人口 还有给我们人提供的一个替代率 就是退休之后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的金钱 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对比 就是说企业年金现在的一个覆盖率呢 只有不到1.6% 那根据这个统计呢 2017年全国企业年金参加的员工数 就只有2331万人 就是说整个中国呢参加企业年金的人数 就是2331万人 而且它这个增长规模是相当小的 2016年末呢就增长了0.3% 而且呢这个企业年金给我们中国这个职工呢 提供的这个替代率其实也是非常小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只有不到1% 相当于如果你的工资呢 是达到了一个10万块 那其实这个企业年金 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呢 中国的这些企业年金 平均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养老金 就只有1000块左右 所以是很少的 那相比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二支出啊 那第三那个美国的第二支出 其实就要强大很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我国的企业年金率 年金的覆盖率是1.6% 但是美国私营养老金的一个覆盖率呢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47%的这个范围 就是说每两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美国人是有这个企业年金 作为他的这个养老这个退休支持的 那我国养老金的这个替代率呢 不到1% 但是美国私营养老金替代率呢 能达到34% 所以就是说美国居民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公共养老金 再加上这个企业的一个养老金 再加上一个个人的养老金 其实是比较容易达到一个 70%到85%的一个替代率水平的 但是中国呢 看起来目前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三个支出呢 都有一些什么特点 首先中国的这个第一支出呢 就是强制性缴费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公司里工作 在内地的一个正式公司里工作 你必须要缴纳五险一金 如果你不缴纳五险一金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你的工作是 一个非法的一个工资 工资收入 然后你在当地的生活 其实也会产生很大问题的 因为有一些这个赞助证啊 或者是你要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医院去看 看医生 其实那个社保呢 必须要求你缴纳五险一金 否则你这个就相当于有很大问题 那缴费组成呢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个人呢 缴费这个工资的8% 然后这个企业呢 缴费20% 那最近呢 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人设部 也有一个这个新闻放出来 就是说为了降低这个中国企业的 一个缴纳五险一金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个人 这个公司这个缴费部分呢 可能会有20%降到16% 来给这个公司去减负 那这个记账方式呢 实际上是大家应该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养老金的这个个人账户 就我们个人交的这个8% 实际上是一个虚账 那这个虚账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虚账就是说 我们只是能看到我们账面上有多少的钱 这只是一个数字 但实际上呢 在中国的这个养老保障基金里面 是不是真正的有资产去 这个backup这一部分的这个数字呢 是没有的 只是说显示在上面一个数 那这个数的一个增长呢 其实这个根据 中国2016年一个改革呢 它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 它会以一个年化 把8.31%的一个负利 去给你涨这个账面上的数字 涨账面上的这个数字 相当于 你看到我的这个个人账户上面 好像这个钱涨得非常快 但实际上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是虚账 所以就是说这部分钱 实际上是没有在里面的 你想把它提出来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而且就是说 如果到了我们退休的时候 真正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钱领出来 这个是未必的 这就好像是 这个一个保险公司 卖了很多的这个保险产品 那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保单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一个数 但是保险公司呢 实际上它这个内部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投资资产 去支持这方面数的 只不过是拿了 这个新一批的这个客户 缴过来的保费去填补那些 正在这个领取养老金 那部分人的这个养老金支出 所以未来呢 这个东西能不能持续 其实是存在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那这个税优制度呢 这个第一支出的这部分呢 是没有的 这个领取养老金 是不用缴纳任何的这个利得税啊 还有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运作机构呢 主要是人设部了 国家公布收益率 刚才我说的一个8.31% 其实就是国家公布的一个收益率了 领取待遇呢 就是终身 就是无论这个人能活多久 那这个人就可以领取多久 那第二支出呢 这个可以看一下 企业年金主要是 企业的一个支出计划 他如果想要有一些员工基地的机制 比如说一些外企啊 他觉得这个希望留住人才 可能会采用这种方式 那职业年金呢 也是强制 就好像是这个公务员 他这个企业 也是要给他强制缴费的 那这个地方呢 企业年金是一个 失账的一个形式 职业年金是一个虚实结合的 这个形式 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虚的 可能他里面有一些资产 但其实这个资产是填补不了 他这个整个账面上的一个价值的 那这个 记账方式 收益 收益记账呢 实际上他这个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是按一个实际的一个投资收益率运作 去记账的 那他的领取待遇呢 和这个第一支出的这个 公共年金不太一样 他是你账户里有多少钱 然后你退休之后往外领取 一旦领取没有了 这个养老金就结束了 那第三支出呢 这个大概也是同样的一个形式 就好比说我们个人去买 这个一个储蓄保险 那当然呢 就好像是我们这个 香港这个退出的这个 地业年金和强行金资源公款计划 它其实是有一个税务优惠的 那这个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呢 其实不是香港这种 直接抵扣和人所顿税的形式 它是相当于 我们在这个缴费的时候 就缴纳保费的时候 你缴纳保费的这部分是可以抵税的 但是未来呢 你到领取养老金的时候 因为你领取的养老金 相当于比你缴费的时候 产生一定的投资收益吧 这时候呢 你再需要把这个投资收益 作为你的一个资本利得税 再把它缴纳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 税优制度相当于 我们需要一个ET 就相当于 我先免税免税 然后到了这个退休时候 领取的时候 是再缴税的 其实也是根据这个产品的 实际投资收益率来的 那领取方式呢 其实要根据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 那究竟这个产品是 保证让你领取15年20年 还是可以保证让你领取到终身 还是你这个账户里已经没有钱了 就不能再领取了 这个要根据这个产品的形态再来看 那中国养老金体系呢 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二三支柱 其实它是失衡的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养老金的这个资金 就是说整个用来支持这个社会上所有这个居民的一个养老金发放的一个养老金的资金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美国第一支柱的占比就只有10.8% 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占比呢 是59.1%和30.1%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养老金体系 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依靠政府来给大家提供这个养老金支持的 那绝大部分呢是这个企业的一个自发的一个行为 还有个人的一个自愿购买这个商业保险的一个行为 那同时呢 它这个美国的这个养老金资产呢 占到这个美国GDP的比重 因为它是一个总资产的概念 它总共呢是占到了美国GDP的140% 那再来看中国呢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 那第一支柱呢 占到了一个79.9%的一个比重 就是相当于80%的这个社会养老金的发放是倚靠于政府 那这个和过去政府给这个我们这个市民所宣传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说你以后老了以后 你只要依靠政府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政府呢 也在逐渐的这个改变这个基调 就是说你有一部分可以依赖政府 但是你最好自己也做好一点储蓄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和介绍呢 我们会发现最后呢 大部分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 其实能依靠这个政府的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 那第二支柱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占到了一个20%左右的一个数 那因为呢 第三支柱 因为就是中国还没有推出这种专门针对退休的这种 税优型的这个养老产品 现在正在三个地方试点 但是这个销售其实很不乐观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产品不是很买账 那这个个人的那部分呢 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开门红产品 甚至是我们到香港来买这些保险 因为它未必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养老需求 有的人可能买的是做教育金啊 有的人可能是做一个储蓄啊 它未必是有一个明确的养老需求 所以这部分呢 暂时没有统计在内 但是整体来看这个规模呢 绝对也不会比第二第三支柱要 第一第二支柱要大 所以中国呢 这个实际上发展这失衡呢 主要是依赖于政府 那政府呢 以后万一它的这个资金池出现一定的问题 那未来这个养老金发放肯定也会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好吧 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的这个养老金究竟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介绍中国的这个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 也就是社保那部分的替代率 对于这个城镇的一些这个职工来看 它其实呢 从1997年的76.4%一路下降呢 下降到了我们2017年的46.4%的一个水平 就是相当于 其实从过去的这个20年的这个时间来看呢 这个养老金的替代率是明显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如果说这个2017年这个地方的这个替代率只有46.4% 那按照这个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合理的水平 其实我们个人起码要准备一个30%到40%的这个养老金替代率 才能够达成我们这个预想的一个这个养老目标 对吧 所以呢 有30%到40%的一个替代率是需要个人的这个养老保险去解决的 除了这个替代率的一个下降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通货膨胀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根据我们对于从1987年到现在呢 这个CPI的一个指数 中国CPI的一个指数来看呢 中国的一个平均通货膨胀率大概在2%到3%左右 这个好像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很吃惊 是不是这个算错了 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那个M2一直在增长 国家一直在放水 这个增加这个市场上货币的供给量 那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那就是因为中国CPI的统计 其实没有把几项重要的内容统计在内 这几项重要的内容 第一项就是房价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都已经飞到天上去了 但是他们的房价增长呢 不统计在我们CPI的这个指数当中 所以通货膨胀不反映房价的增长 那其次呢 几个大头 比如说教育呢 我们这个发现这个小孩的教育 这个也是这个增长很快 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国内地的一些私家学校 就是私立学校 其实学费比相马这边还要贵 这个是很令人吃惊的 另一个方面就是医疗 大家都知道医疗的这个通胀是比我们平常的这个货币的通货膨胀还要严重的 那这个通货膨胀呢 也没有算在我们的CPI当中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力成本 人力成本就是大家的这个工资 还有这个服务行业一些这个 这个费用的一些增长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最近也是说 这个第三产业这个转型啊 很多这个服务行业赚的是越来越多 那这一部分呢 这个消费其实也都没有算入在我们的这个CPI这个计算当中 那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这个 国家公布的这个2%到3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来考虑我们养老金未来的一个规划呢 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比较乐观 你可以用这个2到3 但是我自己如果再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用一个5%到6的一个水平去算 那这个通货膨胀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通货膨胀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有100块钱 如果说有5%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那我过一年呢 我这个100块的一个货币的一个真实购买力 可能就会降到一个95块左右的水平 那它其实也是按照一个负利的一个效果去迭代的 所以这个呢 在未来是很容易把我们现在一个拥有的资产给缩水的 那比如说如果我是按一个3%的一个通货膨胀率来算 那按照一个负利的一个概念 可能24年左右我们这个货币的这个购买力就会折半 那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觉得 还存够了一个比较足够的钱 去应对未来的养老 但是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存在呢 可能会分分钟把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个存款达成远行 就是你可能觉得你存了100万 但未来到你退休的时候 可能只能当20万30万去花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是我们在规划养老数据时候 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呢 就是人的预期寿命是在不断增长的 平均每5年到10年 其实就会增长一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根据北京市每年发布的一个 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呢 2002年北京市人口呢 平均寿命是78.63岁 那到了2017年呢 平均的寿命其实就已经增长到了一个82.15岁 那15年间呢 其实是增长了3.5岁 大概就相当于每5年增加一岁 那寿命增加所带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可能花费的养老金要更多了 因为我们活的时间久了嘛 这个支出就更多了 那如果到了某一天 我们这个寿命达到了一个我们养老金无法支撑的地步 那就相当于我们人还活着 但是我们养老金储备已经没有了 那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人其实活着生不如死 或者是老年活着其实是很没有尊严的 对吧 我们很早之前就有一个小品 就是说人最痛苦的事就是 这个眼一争一臂 人还在但是钱没了 确实是很令人痛苦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养老金储备规划的时候 我们可能未必要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一个预期寿命来设计 那一定要更加谨慎的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数学模型 去看未来人均寿命的一个增长 那从2002年开始 这个地方是一路往上增长 其实我还做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平滑曲线 到后面是比较平稳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到我们 我假设我是35岁左右 到了我们2068年左右要退休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人均寿命 其实已经达到了84.37岁 那这个女性呢 这里的养老金要比男性更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女性的寿命是远远的比男性要成长 87.08岁 那男性呢就81.82岁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人均寿命的一个增长 来设计一个养老金的一个储处规划 那除了人均寿命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呢 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970年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人口结构 其实是一个金字塔形的 这个地方呢 14岁以下的幼年人口占到我们整个人口的40% 那这个15岁到64岁的这个人口呢 壮年人口占到了人口的56% 老年人口只有4% 那这个情况下呢 1970年 其实我们相当于用了多少的人口呢 供了这个多少的老年人口呢 我们有56%的壮年人口 去提供这个养老金的缴纳 然后只有4%的老年人口是在领取养老金的 但是呢 因为中国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个政策 还有我们这个二胎政策一个实施不尽人意 那到了今天呢 正是我们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开始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里面 可以这么快速的发展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红利 但是这个红利在历史上估计只会出现这么一次 所以就是说有的朋友说中国经济很好 说拿这个19八几年 九几年的这个美元汇率和人民币这个汇率来做对比 好像到了今天以后 反而是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跌了 那其实我说就是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你如果说这个历史还可以重演 我觉得是对这个过去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太了解 所以呢从这个阶段来看就是说 我们是用66%的一个壮年人口啊 在供给这个5%老年人口的一个养老金 那到了2010年呢 这个人口结构已经变成了一个 我们说叫橄榄型或者仿锤型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的幼年人口呢只占18% 壮年人口呢占到了73% 然后老年人口占9%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正在用73%的壮年人口 去供给10%老年人的一个养老金需求 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啊 未来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因为这批人终究会老去对吧 进入上面的老年人口 但是幼年人口我们发现会很少 那一旦这个形态继续往上变成一个倒金字塔形状 那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结构失衡可能会直接阻碍我们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会导致我们如果变老了以后养老金 就是尤其是社会那部分养老金 其实是没有人去给我们做一个足够的支撑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日本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 日本2013年的一个人口结构呢 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仿锤形 甚至是这个人口结构会更加往上这个老龄化的一个趋势去蔓延 那根据日本过去的一个人口形态呢 来看今天中国的一个人口形态 那到2030年预计中国的人口形态应该是和现在日本是类似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圈里啊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在巴日本的一些综艺节目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做成朋友这个公众号文章分享给我们看 大家都会发现好像都是这种老年人的这个综艺节目啊 就是老年人什么过去谈恋爱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到了这个七老八十了再来回忆一下 那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会有这种需求呢 就是因为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老年人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去做这种综艺节目 那我们现在都在看综艺节目 我想想大家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不太会喜欢去看那种老年人演的那种综艺节目吧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口结构还没到那种程度 那随着我们这个人口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可能也就更加愿意去看社会上一些老年人的综艺节目 这就是一个人口结构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呢 那未来呢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用50%的壮年人口去撑起40%的养老储蓄需求 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那如果到2030年呢这个社会形态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是属于哪部分 我们是属于这个不幸的50%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1比1的一个比例去供养一些这个退休的老年人 那未来呢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2060年可能我们就变成了用社会30%的这个壮年人口 去这个养活这个社会上60%的老年人口 那到我们受供养的时候了 可能他们就是更加辛苦 那如果不想让他们更加辛苦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不就延迟退休 要不就把自己的养老金收入减半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面临这么多的这个严峻挑战 就是说未来是呈现一个非常悲观的情形 那其实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养老基金已经有了一个短缺的现象 那根据这个人社会公布的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呢 其实我们2017年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就是收入接来的基金啊是4.3万亿元 那总支出呢是多少呢 总支出是这个3.8万亿元 那为什么这个总收入看上去还是比总支出高呢 那是相当于有8000有8000亿是这个财政补贴补贴进来的 就是相当于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补贴到这个养老基金来的 那实际上真正参与社保供款缴纳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呢 3.3万亿元就是说我实际上从这个社保基金收入是收了3.3万亿 然后财政补贴补贴了8000亿 然后支出是3.8万亿 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入不敷出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们要每一期有结余 是需要财政收入来补贴才能达成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保险公司如果说卖一份养老储蓄保险 我们能不能说当期的保险收入进来和当期的保险支出相等 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 肯定不可以对吧 我们收入进来的保费实际上要存在一个账户里面去做投资 留起来留好了给未来支出做准备 但是现在是属于一种什么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这个当期的收入都弥补不了我未来的一个支出了 那想想我们的人口结构 未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这个最近呢 就是这个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 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到2050 他就指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保的这个账户余额价值呢 在2035年就会变成枯竭 就是说我们刚才看煤气还有一些结余 虽然是有这个财政补贴给补贴进来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个到了这个2035年 这个基金就变成一个负值了 就是说你如果当期入不敷出了 你已经不能从这个账户里面 在额外从里面提取一点钱 去做这个支出的补贴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未来这个社保的一个替代率下降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避免的问题 我们说今天社保的一个替代率大概是多少呢 40%对吧 未来我觉得下降到30% 20%甚至10%都有可能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低支柱 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它是在社会上保基础的一个功能 那它主要是保障哪些人呢 保障这个大众生活 尤其是这些低收入群体 它的一个基本的养老生活 它肯定不会让大家饿死 如果说违反了这个中国绝大部分人的 这个底层人民的一个利益 那大家就这个揭杆而起了 加上我们过去古代那些人民起地 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它这个社会养老保障基金呢 主要是为了稳住底层人民的一个这个情绪 让大家呢 起码能保证一个基本的养老生活 它不管你生活品质 起码能让你做到这个吃的饱 对吧 但是对于这些高收入人群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中产 高净值可能不太考虑这个社会保险给他们的一个贡献 中产家庭 他们能领到的这个替代率 我觉得是肯定是低于社会上平均人口的 我觉得10%到20%就OK了 因为你们是属于高收入人群 你们吃不饱穿不暖 可能是因为你们对于生活的需求比较高 对吧 但是这个社保会不会管你 是不是穿的好吃的好 它不会管的 它只会维持你一个比较基本的生活水平 所以对于中产家庭来说 我觉得以后这个替代率 我觉得期待政府能给一个10%到20% 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状态了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 就是说 有一个概念叫做参保赡养率和一个缴费赡养率 这个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呢 分别代表制度内领取养老金人数 与这个参与社会保险和缴纳保险费的人的一个占比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缴费赡养率47% 其实就说明2019年呢 我们大概是有两个缴费的人来供一个离退休职工 就是两个人缴社保 一个人领 那到了2023年呢 还有这个2023年以后上升呢 到了2050年 这个移植呢 就达到了一个81.8和96.3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到了2050年 已经变成了一个 只能有一个缴纳社保的人 来供养一个离退休的人 其实相当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要保证你这个个人 这个还有企业 给这个社保基金缴纳的金额不加倍 那你只能说领取的那个人 领取原来的一半 所以说如果领取一半 相当于你这个替换率直接打五折 对吧 这个地方就好像有一点没有显示出来 那中国年轻一代将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养老问题 主要有四个 我们刚才讲了 第一就是这个社会保障养老基金的一个替代率的一个下降 那现在是40% 未来会急剧增减 降低 而且呢 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障五年将枯竭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说替代率未来下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通货膨胀猛牛虎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呢 全部都考虑在内 那未来呢 我们这个资金财富缩水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尤其是在央行呢 近期又要继续降准的一个放水的一个风险下面 就是人民币以后的购买力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程度的下降 那其次我们还提到就是人均寿命的增长 对吧 到了这个2065年 可能这个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一个84岁的平均水平 比现在多了 多了得有五岁 那另外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这个二胎政策实施也不太好 我们中国也没有什么一些先进的人才引进啊 或者是一些移民的一些政策 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尤其是幼年人口其实越来越少的 那未来呢 我们要用一个50%的一个人力去供给这个40%的一个退休人力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面临这几个极其严峻的养老问题呢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动画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稍等一下 它可能是有一个 从事呢 我觉得这个面临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除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呢 对于我们保险从业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来的 对吧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风鸣呢 还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啊 就是说我们未来养老是需要倚靠自己 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养老储备 实际上和我们的目标还存在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缺口 那随着现在社会上一些这个养老金报告啊 还有我们这个一些这个消费人员在这个社会上给大家做一些养老金的普及 还有这个养老缺服的一些普及 我相信未来呢 这个很多的这个公民 还有居民也会意识到自己的养老问题 那这个比较直观的就是说 那只不过大家现在还没太有感觉出来 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个很多居民 他其实这个意识是没有这个出现一个觉醒 那如何来给这个自己的这个朋友还有客户呢 规划一下这个自己需要这个做多少的这个养老储备呢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这个养老储备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演示 那首先呢要做一个规划 你就要做很多的一个假设对吧 你假设他未来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 工薪阶层的一个人 他未来一个工资的一个涨幅是多少 你肯定不能考虑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对吧 还有未来他对一个替代率的一个选择和预期 还有未来社保 他能给他提供了一个多少资金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我都考虑一些什么因素 假设呢我们现在有一个35岁的男性 他的年收入呢是10万元 如果他在当下就开始做一个养老储蓄规划 他假设呢他到60岁退休 那他的这个税后收入呢每年增长10% 那这个呢是与这个国家人社公公部的这个 这个城镇职工近年的平均涨幅是相近的 通过膨胀率呢保持在每年3%的水平 其实这个水平是我们刚才讲的很乐观对吧 如果不够乐观未来可能是5%甚至6% 退休前呢他投资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储蓄收益呢 是5%其实5%在我看来相对来说还OK 但是如果说再高的话 这个就比较激进容易这个损失一定的本金 所以设定了一个5% 其实也比他这个退休时候设定一个3%要激进一些 那为什么退休之后这个我们所做的一个养老储备 一定要做一个保守型的 一定不能投资那种可以有风险亏损本金的那种呢 就是因为一旦我们进入了这个老年生活以后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再来翻身了 对吧 我们在这个退休之前我们还可以做激进一点 如果说我们真的投资亏损了 我们还可以等等这个股票能不能再涨上来啊 或者是我们再去努力一下尝试一下开拓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资项目 所以可以激进一点 但是如果老年以后你再投资一些高风险的 一旦比如说P2P那种很多老年人都吃亏嘛 一旦亏损了 你的养老金就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这个就可能导致你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还设定了一个养老金的一个目标替代率水平是75% 这个与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国际公认的一个水平是相符的 另外呢就是城镇职工养老金 它的一个替代率维持在45%的水平 其实这个呢是我觉得这里面设置的一个最最最乐观的一个假设 就是他还能拿到社保给他提供的45%的替代率 那通常我们觉得如果比较正常 可能设置一个比较20%也是合理的 那我们还假设呢 该男子退休后所能领取的城镇养老金 城镇职工养老金未来每年增长50% 那其实根据这个中国人设部最近公布的就是说今年中国人民的这个养老金这个标准 这个非常乐观的假设下我们究竟要准备多少的钱去进行养老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35岁男性这个预期收入及养老金的一个收入模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他这个一路增长的这个工资水平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增长是非常夸张的 因为这个因为你这个通货膨胀在对吧 还有我们个人收入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增加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退回去10年那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均工资是多少 其实到今天来看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水平对吧 每年增长10% 蓝色的部分呢就是他扣出来用来缴纳这个个人商业保险 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一个支柱的这个领取了 这个地方是他做投资 这个地方呢是他做这个养老金领取 因为呢这个我们是需要这个抵御一定通货膨胀的 所以他这个领取呢需要每年增加一点 那这个黄色的部分呢相当于用这个社保的这个基金去填补 这个因为我们假设这个通货膨胀率是3% 这个社保是增加5%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社保领取的部分是每年在增加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符合常理的 但是我们因为做一个比较乐观的假设呢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的 那这个绿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个人养老金的一个提取 那就把这一部分啊 只要算成一个限值来放到我们今天就是在退休之前的这个时点 就相当于我们要在60岁的那个当天需要储备多少的累积的这个养老金账户余额 那我算了一下呢是434万元 那这是一个非常乐观乐观的假设啊对吧 我们看这个假设有哪一些不是特别合理的地方 就是第一这个养老的这个替代率有45 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另外呢就是养老社保基金呢每年增长5% 我觉得以后呢肯定不会增长 那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因素要考虑进来 可能绿色的那部分呢就变成了这样的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这个储蓄个1000万 就是对于现在年收入是10万块的一个男子 其实他起码在60岁 我觉得要储蓄500万到1000万的一个养老金 那我觉得有时候给客户去解释或者介绍的时候 客户可能会觉得啊你这种口评无据的这种 你只是拿一些这个一些比较有焦虑感的一些文章来跟我说 我是不是没有一个数理支撑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考虑一下 如何自己去想去建一套这种 我说建数学模型可能是我们这个数学系毕业一些比较擅长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团队里面可能有人比较专长于这种数学建模 其实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这种方面的一些测算的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测算工具给客户去展示的时候 可能就更加有说服力一点 那客户可以看到我要交多少钱 最后我要领多少呢 我需要存多少钱 那其实呢就是说明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一个养老储备其实是相对很不足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强大自身的一个专业水平 然后静候中国局面养老保障一时的觉醒 等他们觉醒的时候就是我们失业腾飞的时候 好吧 那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给大家再提一遍这种东西 好 非常感谢来的客户分享 我喜欢来客户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